这家用车的双离合 不是做不到保时捷这么好 主要还是因为钱不够 那从历史渊源角度来看 保时捷在双离合里 算是最有发言权的车企之一了 吉林大学找到篇论文 双离合自动变速器 换档液压系统研究上面 它对双离合变速器的历史 搞了一些介绍 上个世纪40年 但很早了 双离合变速器这个构想 它被提出来 但是呢 没这个技术生产得出来 没有技术托转条件 但是敏锐的保时捷 察觉到这种技术的好处 算是最早开始研究双离合的厂商了 1964年 保时捷搞出了个 五速的半自动双离合变速箱 把它装在保时捷的908赛车上面了 到了1968年 保时捷开始研究起 这个四速全自动双离合 但是呢 当时缺少一些 能够灵敏控制离合器的 高性能电子元件 最终呢 还是歇菜了 黄了 那到了80年代初的时候 保时捷终于掏出了 研发成功的双离合 搬到了保时捷956赛车上面 那长时间的研究积累 让保时捷在双离合的设计研发方面 确实有不少独到的见解 连着几十年下来 你就算是每天只做天赋罗 也变成天赋罗之神了 那从传感器和变速箱的算法角度来看 保时捷确实是下了血本的 汽车维修技师期刊上面有个论文 保时捷PDK双离合结构 与工作原理上面介绍 这PDK变速箱的控制单元 它会根据各个传感器反馈的数据 连路面阻力和海拔高度它都要算进去 而且为我们这个驾驶员 匹配最有效的换档模式 这就好比说同样是手机摄像头 但是这个镜头 算法都是更高级的 拍出来的照片效果也是好看的 那相比于普通家用的双离合 保时捷的PDK确实是性能更优秀的 那除此之外 保时捷在冷却系统设计上面 也是比较独到的 PDK变速箱它是有两个级优势的 一个是用于润滑这个齿轮组的 一个是用于向液压系统 供给机油的 也就讲PDK的双离合器 它相对独立于变速箱本体 有一套自己的散热系统的 那配上智能双离合温度控制系统 它是可以通过改变机油的流量 来控制这个温度的 就相当于我们以前的电脑们 就风扇吹吹 它是有两条单独的管路接上去的 它是水冷的 而且它这个CPU和这个显卡 它是分开来的两套水冷管路 相对可靠性更高效果更好 你比如说这种弹射起步 原地不动 啪下冲出去的这种 大负荷的这种供况下 PDK它就会用最大的流量 为离合器提供冷却 来保证这个离合器片的散热 那当离合器闭合的时候 那冷却机油它又会停止流动 阻力损失和干式离合器差了不多 它这样就能保证兼顾到散热和性能 而且它不像普通的这种 湿式双离合那样 直接把离合器它是泡在这个油池里面的 技术也是角度不同 那么刚才讲了这么一大堆 技术先进性能好特别好用 钱 这都是钱 对不对 那么我们普通的双离合 家用双离合 性能不如保时捷 它还有另外一个原因 除了钱之外 就是需求它是不同的 普通家用车上的这个双离合设计初衷 是为了降低成本 不是像宣传那样说是 我要更好的这种性能 大众用6速的双离合替代了 原来的那个6AT自动变速箱 这变速箱制造成本 可是降低了30%的 而且双离合呢 相对还更环保一点 可以减少二氧化碳的这个排放 也能给车企节省不少税费的嘛 那我们从成本的角度看 江淮汽车它做了个统计 它自己双离合变速箱的成本呢 是在8000到1万块钱左右的样子 那保时捷PDK呢 二手拆车键都要卖到万把块钱 就好 比如说虽然都是包嘛 国产包 全新的几百 法国奢侈品 铝牌 这种二手都搞了不好 都要1万多块钱 那性能方面呢 保时捷第一代 比较早的那个7速双离合的变速箱 就已经能够保证 最大500牛米的扭矩传输了 这进阶版本780牛米 算是给它骑下大马力发动机准备的 这个大多数的车子都搞得定了 那么家用车双离合呢 只要满足日常使用就可以了嘛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2019年中国汽车工业经济运行报告上面 它有个数据的 我们查到了 1.6升小排量乘用车占总销售量的67.3% 就将近七成都是1.6升或者是以下的 都是小排量 那对这个变速箱的传动鸟距是不会有什么500多700多这么高的 你比如说东风和格特拉克合作开发了个6DCT150变速箱 最大承受扭矩只有170牛米 菲亚特动力科技C725上线呢250牛米 不过搭配上这种小排量的自然吸气啊 或者涡轮专达发动机也都是不够用的 你就好比穿衣服呢是要讲究一个穿搭的 你西装有可能配个皮鞋背心 中裤 你配个拖鞋就差不多了 对不对 那总体来说了 不是家用车不能把双离合做的和保时鞋一样好 是没有必要 再加上成本原因 我还不如偏一点 这个差距是这么产生的